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哦 so 今天是啊20号啊 拜二十号是这个是啊星期五哦 so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谁是我们的 新首相啊第九任的首相啊 Ismael Sabri哦 ok PN已经赢了 so 明天他真真是试着去皇宫那边啊 就啊啊怎么样啊 算印啊 就是真正的给啊V任 okV任首相啊 2点半明天啊 ok 恭喜我们的这个啊 新首相 ok 希望他能啊 他能啊 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来帮助我们的经济 跟解决我们这个啊 COVID的问题啊 ok 我们看一看啊 免责声明 请注意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仅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so 安华又失败了啦 有时我们要讲的就是哦 习惯节有唱一首歌 不要叫什么名啊 歌词里面有讲哦 命中要喜中睡妖哦 命中某喜 没强烤哦 就是哦 你命是有的话叻 你自然会有了 你命是没有这样东西的 你怎么样求 怎么样 怎么样去强求你都是 啊 拿不到啦 做不到啦 有时是这样啦 so 希望他 ok 希望 不是讲没有机会 可能他还有机会 可能因为下一轮可能 还有下一轮的 下一轮的 下一轮的那个什么 啊 选举嘛 还有下一轮选举 如果这这一轮 这个 Izmo Sabri 给我们新首相上任 如果他做的不好 下一次选举安华也是有机会的 但 安华已经是很多次了 有时候我看呢 他给新的人上去 可能还还 可能还有一点机会了 不是讲他不可以啊 but他 有时讲啊 命中没有了 不要强求了 啊 ok 不跟进 所以今天是很多人很开心 ok 啊 PN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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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 我有一个 我觉得啦 这个新PN 我们的新PN 赢了 新P 他不要给我写 OK 新PN 啊 就好像啊 新的PN OK PN2.0 啊 其实就很像 很像是我们的 我们的旧PN啊 啊 因为现在我们的首相是PN的人啊 是PN的人啊 so这个PN 啊 啊 我觉得是这样啦 so 啊 ok so 明天呢 我会做一个特别的 啊 特别视频哦 ok 特别视频啊 昨天我有讲哦 我们特别版哦 明天做一个特别 我们看一看政治概念股哦 ok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谁要做首相了 ok 谁哪 我PN已经赢了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ok 政治 概念的股 哪一个股票 ok 是属于哪一个 党的啊 还有啊 哪一个股票啊 是属于 哪一派啊 ok 明天记得啊 明天记得要点赞点阅啊 记得要点赞 你点赞点阅 因为明天我不知道我几多点 可以post上去啊 因为蛮 要做功课啊 so 如果明天 明天做不完 可能后天才会放上去啊 后天可能会有太多视频 所以我尽量明天做完了哦 so啊星期天呢 我们就有重温整个 重温整个啊 市场 ok 所有讲过的股 一个星期里面讲过的股 讲过的股 看下发生什么事 ok 他们进展怎么样 发展怎么样 然后我们要看 ok 啊 啊 那个板块啊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下个星期哪一个板块比较强 我们的机会比较高 我们要自己放在比较多机会的 啊 啊 地方嘛哦 不要放在一直下跌的板块 没有机会的地方哦 所以自己要 要把握自己那个机会哦 所以那个板块反弹 反快上升 我们就要把握那个机会 啊 记得要跟我点赞点阅啊 ok 点赞点阅和 分享哦 ok 中午就看我的Facebook ok 我Facebook很多东西 我会Po上去 有什么好料 会Po上去的Twitter啊 ok 还有记得明天啊 明天我们要谈一谈这个啊 明天我们谈一谈 政治概念股啊 ok so 我们看一看 全世界指数先 这个KLCI今天上了3.0 ok 1518哦 ok so 在千五上面还ok了 新加坡上了0.5% 香港上掉了1.8% 啊 韩国掉了1.2% 日本掉了0.9% 泰国上了0.5% 菲律宾 啊 上了 掉了1.2% 中国FTSC掉了2.8% 蛮多 中国SSC掉了1.1% 也是蛮多下 中国SSC掉了1.6% 也是蛮多下 啊 啊 澳洲掉了0.05% 印尼掉了0.6% 啊 上了0.6% 啊 纽西兰 掉了0.12% 台湾掉了0.2% 印度掉了0.7% 亚洲还是很弱啊 哦 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中国 OK 中国那个政策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Delta变种的问题啊 Covid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看一看 英国 欧洲 英国掉了0.287% 也是不是很好 中国也 啊 英国也是有一点 Covid问题 现在德国 0.55% 也是掉 所以啊 欧洲还是很弱 我们看 美国 Dow Jones 掉了0.19% 啊 S&P 上了0.26% 0.126% sorry 原油 Brand Oil就掉很多 65.94% 原油 63.2% so 油就掉很多了啊 油不要玩了啊 所以金178 178.1% 还OK 还守在 还守在啊 差不多在前期上面 然后Silver 银啊 23.065% 掉了一点了啊 so 今天没有什么大赢家啊 只是比较强的 就是这个 中油还是比较强的啊 其他的 全部都蛮弱 美国在守住 美国也不是没有什么反弹 也是在守罢了啊 OK我们看本地板 本地啊 市场哦 所以今天啊 情绪54%还OK OK 上升股487% 下跌股418% 早上 早盘业就上升股 比下跌股少啊 今天 下午盘业就啊 上升股比较多了 所以 量不是很大 3.6% 上了3.8% 所以今天板块不错啊 啊 消费上了0.19% 啊 这个Industrial 工业跌了0.32% 其他全部都是上啊 建筑开始上了啊 现在这个 所以啊 那个新的 新的那个PN 新的PN2.0了 应该是 全部都叫PN2.0了 可能就是也是PN2.0 所以我们就是啊 觉得 Market好像对 这个新的政府啊 好像 这个啊 建筑业啊 和这个房产 好像有一点动力 这样啊 有一点机会 你看这几天啊 房产一直跌啊 跟这个 建筑收金 这两天一直上 OK 所以 可能这个就是机会啊 of course 我们要知道啊 我们要讲过了啊 我们投资啊 不要 不要让情绪 不要让情绪啊 情绪啊 和我们的这些传闻啊 哦 要 来 来啊 影响我们投资啊 我们要开大眼睛 要看 现在 什么政府 政府上阵 OK 什么政府上 上阵 所以他们的 OK 他们的这个政策 是什么政策 我们要看钱 最重要 钱去哪里 OK 钱去东 OK 我跟你讲 那些啊 institution啊 OK 那些啊 集团 OK 就会跟去东 所以我们 OK 散户 就要跟去东 OK 那个钱 OK 去西 OK 政府 政府的 去向 去向是去西 OK 那些集团也是会去西的啊 所以我们 OK 也是要去 OK 我们 OK 也是要跟去 OK 所以不要讲 这个政府 这样子 这样子 觉得这个政府好 这个政府不好 有些东西 每一个政府都有好不好的 有些东西 他做 OK 他做到这个好 你就我们就知道 OK 我们就跟他做到这个 可能做到这个不好 我们就不要进去了 好像 开始慕尤丁上台的时候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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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付这个COVID 是做的很好 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 连那个中国 中国 也称赞我们 我们的这个 PN 慕尤丁的政府 对付这个COVID 是很有效 突然间 政治问题 政治挣扎 他就失控了 失控就完蛋了 我们全部跟着 上车了 所以有时 Politic 政治 就好像我们以前做工 好像我上次以前做工 所以我暂时不要搞这些 上去 不要暂时做工 真的有时很头痛 可能是很多压力 你做的越高 风险就越大 对吗 然后压力就越大 为什么 你要做很多决定 你的决定 会影响到 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很多很多的 损失 或者很多很多的 利润 还有 很多人 要压你 你上的越高 很多人就要踩你 很多人就要 要什么 要做你的位置 对吗 你做的越高 就越危险 做的越高就越危险 像慕尤丁这样 你看做不了一季 做不了一个 做不了 做不到下一个大选 那些压力 你知道他的压力 如果你在 你在一个集团里面 你做的很高 你就知道 某某点的压力是什么 所以有时真的 身不由己 所以做么 那时候 我就开始就学很多东西 尤其是学看图 很多年前 我就开始学了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 要找第一 订阅找Passive Income 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 要找被动收入 还有你要有第二个 skill 技巧 或者技术 你要有第二个技术 所以你 你这个 你这个工 你顶不顺了 你太多压力了 有时真的身不由己的 公司有这样多人 未必 什么东西都会发生 当你有这个问题 at least你有第二个技术 你有第二个技术 你可以 at least 可以帮你渡过难关 还有你有第二个 你有被动收入 可以帮你渡过难关 好像现在这样 Covid 你有Passive Income 然后你有第二个收入 你会看图 你会投资 at least你可以帮助你 过了这个难关 或者如果你 如果这些投资 跟这些被动收入 可以支持你过生活的 可能你不用回去做工了 你可以靠这个被动收入 跟你的新的技术 或者你投资的技术 帮你 继续生活下去 所以 工作是很重要 最好 找到第二个收入的方法 被动收入 或者 第二个技术 可以保护自己 现在很多 很多东西可以做 因为什么都可以上网了 我们放工回家 好像我们怎么样 我怎么样学 投资 很容易的 你回到家 你就可以开电脑 就可以学了 有很多 好像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有讲很多分享 很多东西 其他人的视频 也有分享很多东西 我们从视频那边学 我们买书看 然后我们很容易的 我们不用出去开电脑 就可以 就可以看图了 看图就可以看到机会 可以看到危险 可以看到机会 可以看到历史 可以看到情绪 可以看到方法 ok 不要讲这样多 so 我们静一静 讲一讲这个 so明天我们就要看 看一看这个 概念股 so我们要找机会 现在market还没有 还没有反弹 所以我们要自己 就要找机会 所以GCY 又亏钱了 所以不要玩了 第三个季度又 又又又又又 又红了 so dying in 现在可以 可以可以进去吃饭了 可以进去 用餐了 可以进去这个 什么 餐餐館里面用餐了 和nightmarket 可以进去吃东西 可以晚上的market nightmarket 可以 没有没有接触的 运动camping so那些 他讲这些 17岁以上的小孩子 也可以进 应该是全部要打了疫苗 应该可以进去 可以可以 做这些全部 活动的 一定是要打了疫苗先 打了疫苗 然后要过了 那个打了疫苗14天 ok 已经完全全 ok 打完了疫苗的 然后过了14天的 然后有那张 certificate 有那个 什么 cert 有那个证明书 才可以 才可以 做这些活动 so dying in restaurant clubhouse picnic camping 可以 可以 呃 jogging daiji cycling 坐脚车 skateboard 钓鱼 acrystereo artery hiking 啊 tennis fadminton 那些可以 golf 然后motorsport 赛车 那些是 如果是关在一个 空间 是关在里面的 就不可以 这些是open 它是讲open area 开的 不是关在里面的 关在里面的 就不可以了 ok so 大概是这样 ok so sunway 第二个季度 赚了8.3M 800万 ok 上了 他的收入也上了167.7% 375个M 从140个M ok so 啊 我们看一看 suncon so suncon 他是下跌趋车的 所以 要玩是捞底 捞底就是average up so possible pick bottom so 我们捞底 ok 现在可以捞一点 ok 他突破 ok 突破1.6可以捞一点 然后突破1.75 ok 1.61可以捞一点 1.75可以捞一点 1.75可以捞一点 为什么可以捞底呢 因为他有背离啊 他价钱一直跌啊 好 把他alexi一直上 所以这个是背离 还有他alexi突破5 走着了 这个可以捞一点 突破1.75可以捞一点 然后呢 可以试下 target啊 目标1.8 8 8 2.1 2.01 2.1 和2.195 2.1 这些就比较 有机会了啊 再上去就比较难了 因为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在这边 和2.195 最终是 把它下跌回来 然后下跌 下跌下来 可能你要啊 你就自己会 take profit 先啊 Destiny Destiny拿到 啊 合约啊 这个啊 什么啊 处理 处理和 导 导体安装啊 设备提供 合约啊 啊 所以这个呢 他没有讲多少啊 没有讲那个合约是多少钱 什么都没有讲了 我们知道他拿到合约了 我们看一看 Destiny 啊 他有合约 有拿到 合约 我们就看一看了 太多股了 找不到啊 太多股了 啊 那 Destiny 啊 Destiny 所以Destiny呢 他有一点反弹了 他 RSI RSI 也是有背离 你看啊 他这个更低的底 所以他那边更高的底 哦 他已经差不多要突破了 等他突破了先 突破守在0.22上面 就有机会 啊 有机会 如果他不能突破可能 台队也下来哦 看他能不能突破守在0.22上面 啊 0.25 目标 0.295 最终是 啊 3.5 0.35 啊 Econ包 Econ包就拿到这个 拉曼大学 拉曼大学的啊 项目啊 合约啊 所以啊 2269万啊 2269万啊 所以啊 22个million啊 我们看一看这个 Econ包啊 Econ包也是下跌 其实呢 哦 正在下跌 他在一个三角形 暂时在下跌 要突破先 突破0.435先啊 他守在0.435上面呢 就有机会啊 去 0.54 0.58 0.66 最终啊 所以这个呢 等他突破先啊 他的cut loss就是在这边啊 止损在 0.37 蛮高的 蛮高 蛮远的 0.37 等他突破先 等他突破先 暂时放在0.37 等他突破看怎么样先 0.37 看他能不能突破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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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I量没有什么 RSI量没有什么 RSI突破50了 看他有机会啦 看他有机会啦 看他要看他0.43啊 他能不能突破0.43的 看他能不能突破0.43的 做个higher high先 他没有做higher high 这个可能还会跌下 因为三角形啊 这个MFCB赚钱了哦 他第二个季度啊 经历上涨啊 7.36% 之啊 八百 8731万 所以啊 六个六个月的经历也 也也推高了 15.8亿啊 八千 一亿 六千 六千零六十六万 OK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 MFCB啊 MFCB现在哦 现在他在横盘哦 所以很难玩的 这个哦 横盘很难玩 等他突破4块钱 4块钱 OK 突破4块 我看才有机会继续上了 不是很难玩的 横盘 一时上一时下 或者他来这个通道底 3点 横盘的底3.2 反弹 OK 可能可以 买这个3.2 卖4.0 哦 等 现在在中间 没有什么好玩的 没有什么机会了 看来没有机会 所以 COVID今天 23千又创新高了 咯 所以我们这个 啊 啊 手向一上去 就头晕了 希望他可以啊 他可以啊 有一个好的计划 来对付这个COVID 所以啊 这个76% 的把身 啊 不是啊 KL啊 KL 基隆波 啊 啊 把身 啊 啊 啊 已经是 啊 打了疫苗啊 完全打了疫苗啊 好像 你算了算七啊 不是很很不对劲 这样啊 啊 这样多人打了疫苗啊 这么 这么 COVID还有 还会上到23千呢 啊 还有 天天几千几千 几千 啊 为什么会这样高的 有事啊 真的啊 很难 不是我 可能是我不会算的 哦 有76%打了疫苗 应该是 啊 啊 水蓝额州是最多的 其中啊 为什么还会起呢 不是一 76%打完了 应该是 应该是开始一直跌了的 所以啊 我也不知道了 这个等你们自己慢慢分析了 这个Farmosa 那Prosonic呢 他的卸上了13% 因为他第二个季度赚大钱啊 啊 他第二个季度赚了174% 高了174% 啊 从啊 8.46M到23M 哦 我们看一看这个 FPI啊 FPI迟了一点啊 如果我们也是有朋友问啊 在那个视频那边有问 今天我们看迟了 早一点点我们在这边下面这边 这个支撑先买就很美了 现在已经很高了 所以有点危险 要进去 要进场很危险了 现在你要进场很危险了 不是没有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 有点危险哦 追高了 如果现在要追 可能还有机会 为什么呢 他量很大哦 他赚钱量很大 看到吗 他这个有发生过了 啊 他赚钱量很大 OK 发生过在 啊 11月啊 你看啊 他在这边充了 OK 然后他就继续充 充到这样高 这个 会不会跟着 赚钱 OK RSI突破50 OK 这个也是赚钱 RSI突破50 已经超买了 算是还是充 这个也是超买了 可能还会 会不会历史重演 OK 你看啊 他也是赚钱 然后这个也是 量也是超高 然后现在他冲上去 会不会历史重演 会不会 啊 so 有机会可以私下追 OK 啊 跌破0.3 这个呢要小心哦 这个 0.305 跌破0.305 要小心 如果他不能再上回去呢 可能要逃了先 如果他他 跌破0.3 啊 3.035 跌破0.035 一天两天 他又上回去 可能还有机会 啊 我们看 看下是不是 会不会历史重演 所以我们不要哦 你看这个量 这样高 这个量这样高哦 报告出来 报告出来 OK 量这样高 量这样高 OK 所以他从这边充 这边充 充到来这边 OK 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 会不会做出一样的东西 有 有可能吗 有可能哦 所以我们看一看 他从这边充 62% OK 62% 哦 可以 bock一下了哦 所以我们跌下来 我们的sop loss 暂时是放在10%左右了 跌破10% 可能你要逃了 所以我们拿10%去bock 看看有没有60% 没有包了 可能有这个机会 因为历史有 历史很多时间会重演 好 好像我们 我们的选举 选来选去 选来选去 搞来搞去 最后还是bock 历史重演 FFCB KLCI 今天讲这个讲 KLCI上的这个新闻 因为 因为放松了 那个经济 很多人可以出来 很多很多生意可以开 所以Iconic Iconic他要 狂充他的这个PPE的这个产量 要狂充他的PPE产量 这个Iconic我讲了 是你们要看前几天的那个视频 这个Jomain Fender 他的净利 就上了 赚到1亿 这个MFLA MFLA 3662 净赚到1亿 净赚到1亿 4597 万零吉 OK 上了7.35 OK OK 所以我们看一看 OK 赚7了 所以MFLA也是下跌趋势 所以MFLA要等他有突破先 突破这个先 0.815先 然后捞底 可以捞底 为什么 阿里塞背离 阿里塞没有背离 就不要捞底了 阿里塞背离 OK 价钱越跌越低 阿里塞越来越高 突破50了 这个可能可以老 他突破这个0.815可以老一点 然后冲上去0.92可以老一点 所以target应该在1.06左右 1.06左右 如果他突破1.06 没有可能还可以上载高 暂时我们放在1.06 先 OK 所以这边老一点 上去老一点 把这个 OK 啦 从这边上去 从这边上去 有 30% 可以玩一点 可以玩一下 老一点底 可以试一下 还有今天下午 有讲的几个股 就是harbour 我有讲harbour 我们看一看harbour 它在通道底这边 它来到通道底有压力 它滴出来了 所以我们玩通道是蛮安全的 你看 它滴破了通道 通常它还会回来重施的 很多时间它还回来重施 所以它还回来重施的时候 重施这个通道底 OK 我们就有机会逃 现在如果是我 可能我会逃了先 因为这边有一个压力 这边有一个压力 这边有一个压力 OK 你可以逃了先 或者你不要逃 你就守住先 看0.94 它跌破0.94 你要逃了 因为你在这边 进 通道底进 所以你没有什么亏了 现在可能还能赚一点点 but 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突破 1.015 守在1.015上面 OK 如果它能守在1.015上面 就可以玩通道底了 进回这个通道底 有可能它会 它有可能它会去1.015 我们要等 你要如果你要 你还要守 你要守的你就守住先 OK 如果你很担心的 可能你卖了先 RSI突破50 量有 应该可能还有机会了 守住先 如果它没有跌破0.94 OK 继续守 可能还有机会上 如果跌破0.94 可能逃了先 因为它回来这边重施 还有一个就是Harbor 还有一个就是FREIT FREIT我们讲0.79 它要突破0.79才有机会 买通道底 卖通道顶 1.15 所以现在你看 它在这个通道 就遇到压力了 一个下跌趋势的蜡轴 一个尾巴在上面 给它推一下去 所以我们要看 OK 能不能守在0.79上面 能守在0.79上面 就有机会了 如果不能 可能这个不要进行 WCT WCT就是政治 政治 政治概念公司 你们要知道 明天我们再讨论 所以WCT 就其中一间政治公司 有反弹 它在通道底 OK 通道底有反弹 所以它没有跌破0.5 OK 就要 就还可以守 所以这个有机会 看来MIDF的价钱0.66 有机会 所以这个是政治概念股 B plus 我看到B plus 有一点反弹 啊 讲一讲 B plus B plus蛮危险啊 因为它在 它在通道中间了啊 他做了一个三角星 好像要再冲了 如果他能再冲 冲破1.94 就有机会去 这个可能价钱2.5 啊 啊 stop loss 啊 1.7 1.76 OK 止损 OK KB plus 他有这个KB plus KB plus KB plus 它的 它RSI有背离啊 你看它它的价钱更低 它RSI更高啊 所以这个是背离 所以这个有机会老一点低 ok 在这边老一点低 0.9 左右 他能守在0.9 左右 然后突破1.0 老一点低 然后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去快四啊 ok 快一或者快四啊快二或者快四左右 ok 记得要明天啊 明天我们我们看一看这个 啊 政治概念股 和明天我们啊 星期天我们就看一看全部啊 全部的股 ok 全部一个星期的股 我们拿来再啊 再谈一轮哦 记得 记得点赞点赞点阅哦 ok 谢谢大家 呃 拜拜